接着来介绍中心力与中心体 它是由尾管所组成的 我们看这里 每三个尾管形成一个三连体 然后这个总共有九组 再组成一个大管子 然后这个大管子有两组 互相垂直就形成中心力 我们画一下 由九组三连尾管组成 这样叫做 中心力 好,接下来这个中心力 还有它周围 比较浓稠的细胞质液 就会组成中心体 好,这里 我写一下 中心力 加浓稠的细胞质液 就会形成中心体 然后这边要补充一下 细胞质液跟细胞质 到底差在哪里 这是一个细胞 这是细胞核 外面是细胞膜 介于细胞膜到细胞核 之间的胶状物质 我们就叫做细胞质 老师画一下 细胞膜抹到细胞核之间 我们都叫做细胞质 所以它当然含了各种不同的胞气 除了含有胞气之外 还有一些糖类脂质 蛋白质 还有一些非母的构造 而大部分细胞活动的区域 就是生长啊 复制都是在细胞质 那所谓的细胞质液 它是一种细胞内胶状的半透明液体 由水啊 无基盐 它一些酵素所组成的 但是不含胞气 那也就是说 细胞质液是包含在细胞质里面的 所以这里 如果我们再把各种胞气画出来的话 包含外的这些胶状半透明的液体 我们就叫做细胞质液 那其实细胞质液它不只是液体而已 它是由许多的蛋白纤维所支撑起来的 也就是说细胞质液里面包含了细胞骨架 所以可以维持细胞的形状 还可以控制胞气的移动等等 好 所以这边插一下 细胞质液 它包含了胶状液体 还有纤维蛋白构成的细胞骨架 把整个细胞支撑起来 然后前面讲过了 各种胞气在细胞质里面的移动 不是在液体中飘移 它有特定的轨道沿着尾管来移动 好 再重复一次哦 细胞质包含了 细胞质液 还有各种胞气 还有大分子 糖类 脂质 蛋白质等等 好再来看这里哦 从中心体会发出许多维管 这个维管就是 仿锤丝 这里 一条一条的 叫仿锤丝 所以仿锤丝是由维管组成的 这里从中心体发出去的 跟这里从中心体发出去的 这个整个构造 我们叫做仿锤体 所以整个中心力还有中心体 它都是由维管组成的 好 所以第三点我们看一下 细胞分裂的时候 中心力会复制成两个 移到细胞两端 这门高一都学过了 然后形成仿锤丝 好 所以这边重点 仿锤丝 是由维管组成的 好 接着 中心力或中心体存在动物细胞 还有低等的植物细胞 高等植物是没有的 这个原因是因为高等植物 它的精细胞 编毛已经退化掉了 前面我们讲到 编毛也是